佛教当中有信解行正四门 有四个门 学佛当中 那么一个叫信门 一个叫解门 一个叫行门 还有一个叫正门 叫信解行正 是学佛人最应该掌握了 学佛当中的一个过程 一个进程 所以师父慢慢地跟大家讲这些 佛学的基本的一些常理 让大家在学佛当中 能够进步更大 信实际上就是我们先要相信佛法 相信佛法 相信佛陀 相信三宝 我们就会有信心了 就像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 你相信了 你才肯去做呀 你不相信他 他叫你做什么事情 你就不会去做 那么我们今天相信了佛法生三宝 我们相信有菩萨会保佑我们 我们相信佛法能够让我们破迷开悟 我们相信生团代表着佛陀的形象 代表着我们每一个守戒人的形象 那么我们相信了 我们就去学了 所以相信这是正性 那么在佛法里边呢 很重要的第二点是解 解是什么呢 就是你对一个事情的理解非常重要 比方说对某一件事情你不理解 你根本不会去做的 别人说句话 你要理解吧 2500年佛陀留给我们这些弟子的那些佛法的经据 就是让我们能够理解他 了解他 这个世界苦空无常的真谛 一切都是无常的 不是长久的 这个世界是苦的 然后呢 到最后一场空 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苦空无常 就是告诉我们真谛 那么你要去理解吧 所以解是非常重要的 你懂了理解了 你就是获得了佛里的真正的证解 正确的去解释他 所以第二个 就是相信之后 对佛法教义的获得理解 很重要 第三个呢就是行啊 我们经常说 当你明白道理之后了 你是不是要行啊 行就是在做菩萨 当我知道了 别人跟我讲 我都理解了 接下来我就是要去行啊 去做了 做得像菩萨一样了 这就是行 那么行实际上 就是我们经常 学佛人经常讲这句话 叫修行啊 修什么 你每一天有行为吗 有 你有一些做得不如理不如法的 也叫行为吧 对 那么要把它修正吗 修 然后呢 就是在你的行为上 把它修正 所以依法修行 就是如理如法的去学佛 修行 就是我们说第三个 要行 第一个要相信 第二个要能够理解佛法 理解了之后呢 要去行 那么最后呢 就是要正 因为你行了之后 你又感悟了 行了之后 显灵了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学佛的 因为我去行佛了 我去做了很多佛的事情 没想到 广结善缘了 我真的明白了 这就是学佛人应该懂得的 如果你今天去行了佛 去做了菩萨一样的事情 结果 你广结了善缘 大家都对你很好 哎呀 你好开心啊 你看我学佛之后 大家都对我这么好 大家都这么关心我 你是不是 已经验证了佛法的证悟 然后你就懂了 修行 哎呀我要继续下去 因为我验证了 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要继续下去 那就是正德果味的 因为你坚持下去 那就果就出来了呀 你种一棵树 要长果实的话 你种下去的话 人家告诉你 哎呀会长出苹果出来的 你没看见 那你种的时候是不是行啊 对不对啊 首先你相信这棵树 它能种出苹果的 然后呢 你从理论上来说 这棵树它的结构 它增长的环境 它的太阳 它的浇水 能够让你懂得 它可以长出苹果出来 那么等到第三个 那么就是要行了 那么开始要培土了 要浇灌水了 要朝着太阳了 要做很多的工作 那么这就是行 行了之后呢 它还没长出来呢 那么等到最后 就是正 就是你看到了苹果长出来了 得到了这个果了 叫正果 所以伯伯跟我们 人间很多的原理 这些种植物啊 一些正确的原理是一样 这种植物的原理是一样的